有了奉献的根据,我们就看见什么是奉献的意义 奉献的意义就是第二大点,我们一同读一下 能单受了爱的奇异,还不是奉献 能单认识和马的权利,也还不是奉献 奉献是我们被主的爱奇异,看见主的权利 就接下去做一件事,接下去有一个手续 那一个手续把我们摆在一个新的地位上 我们因为被主的爱奇异,我们因为被主的仲家买回来 我们就把事情从一切里面分别出来,归与主,归得主 这一个就是奉献,这一个在旧约里异作成佳圣职 成佳圣职就是接受侍奉神的职本,这是圣洁的职本 这就叫做奉献,奉献就是接受侍奉神的职本 对主表示说,主因为你爱我的缘故,我今天从一切里面分别出来 我要是奉你 所以你看,我们看见这个奉献的根据 然后我们就能够从这个奉献的意义,然后看出来什么是奉献的意义 所以我们看见一面有主的爱,另外一面是主的权利 所以我们接着主的爱,接着主的权利 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不再属我 所以啊,这个奉献的意义,也就是说看见了主的爱 看见了主的权利,那我们还有一个手续 这个手续它说是把我们摆在一个新的地位上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再是属于肉身的,我们乃是属于属天的 乃是在这个神圣生命的范围里面,乃是属神的 乃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新人的地位上 我们愿意因着主保血救赎我们 我们愿意怎么样,把我们从一切的事上被分别出来 能够归给主,我们愿意在这里来释奉成 来承接圣职 所以他说这个奉献的意义就是承接圣职 也就是来侍奉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 然后我们看见了这个根据 然后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讲 就成为一个实际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根据 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是一个怎么样 还是一个很缥缈的 还是一个不是那么实在的 所以我们当今天我们有这个根据了 我们就看见这个意义在我们的身上 实际上是非常的实际的 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从主事的 从世界中分别出来 因着主的血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 我们也就愿意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 归给神,在这里侍奉神 所以你看他说我们今天愿意因着主的爱 我从一切的里面分别出来 我要侍奉神 这就是奉献的意义 很简单 就是我们愿意从一切的事物里面被分别 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 可以承接圣旨 这就是奉献的意义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奉献的人 我们也知道有奉献的根据 也看见了奉献的意义 那我们先来看 什么是一个叫做奉献的人 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来看 还有从新约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奉献的人 什么人是奉献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 在这个初埃及记 我们刚读的经节二十八章的一到二节来看 在旧约里 这些以色列人 有太人是谁才能够在这里承接圣职呢 只有亚伦 还有亚伦他的家人 所以不是所有的十二支派 都能够来这边承接圣职的 也不是立位人都可以承接圣职的 所以亚伦是立位支派的 属于立位支派的 也只有亚伦是被神所拣选的 还有亚伦的家人 才能够成为什么样 成为祭司 能够来到圣殿里面 来在你服事神 在这里承接圣职 所以第一点 我们说奉献的事情也相当特别是 不是全以色列人都能够承接圣职的 也不是整个立位事态都能够承接圣职的 乃是只有亚伦一家才能承接圣职 必须是属于这个家的 他才能够奉献 所以看见就业的时代里面 这个奉献的话是何等深圣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 这个圣所里面在那里服事神 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二点 感谢主 今天我们是这一家里面的人 信主的人是这一家里面的人 所有我们得救的人都是吉士 神拣选我们做吉士 感谢主 所以在旧约的时代 只有立位这一个支派的 亚伦这个家的人 能够怎么样奉献 能够怎么样侍奉神 能够承接圣职 但是来到了新约 谢主 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是祭司 不是我们这里自己说的 我们都是祭司不是我们说的 乃是圣经中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里面就说到 我们要做他神与父的祭司 还有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也说到 我们都要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 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 可是兄姊妹我们今天各个都是祭司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也不是他说的 也不是任何人说 乃是从圣经很明确的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既然是祭司 那当然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怎么样 赐奉神 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承接圣经 为什么 因为亚伦是被指定成为祭司的 还有他的家人才能够成为祭司的 只要属于这一家的人才能够在这里赐奉神的 那既然在新约的时代主已经亲自怎么样 替我们怎么样受死 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祭物 使我们怎么样 各个也都能够成为祭司 既然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就是这一个家的人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在这里怎么样 侍奉神 感谢主 丑姊妹 我们是不是都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是不是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体系的一份 所以这里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不要说这个祭司是基文的 这个祭司的责任是永昌的 不 祭司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弟 只要我们今天得救了 我们今天就是神祭司体系的一部分 就必须 我们也就有资格能够来到神的家中 在这里侍奉神 所以我们也看见 在这个明述记18章7那里看见 在旧约的时代 除了亚伦和他的家人能够侍奉神之外 其余的人只要靠近 他必定会被指使 就算是你的一位人 你若不是亚伦家的人 你只要靠近了 你也会被指使 也就是这个 你看是非常的严格的 是不是 你看见说我们今天能够 承接圣食 能够在这里侍奉神 我能够奉献 实在是一个荣耀 为什么 因为在旧约的时代 不是每一个人 他都能够进到神的殿中 站在你身上 因为他只要靠近的 他必被指使 所以是这么样的严厉 感谢主 今天主成了我们的祈福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是非常的清神的 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开口 我们向他敞开 我们能够呼喊他的名 我们其实就到他的面前来了 我们跟他好好的有个交通 我们好好的有个祷告 其实我们就在这里侍奉他 所以兄姊妹 侍奉神不是一件难的事 也不是一件严肃的事 当我们在这里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家中侍奉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那一份 神的家是他的 神的身体就像一个身体一样 身体中有很多的肢体 有很多的这个器官 有手啊有脚啊有眼啊 每一个地方他有不同的功用 所以就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那一份 我们在神的家中啊 我们的侍奉都是蒙神怨纳的 也许可以做饭食 你就是在这里奉献你自己 就是在这里服侍神的家 你可以在讲台 讲台有他的职份 那他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侍奉神 你可以打扫 打扫也是侍奉神的一般 我们接待 所以啊等等 只要在神的家中我们所有的服侍 都是我们贡献的一个这个经历 我们能够在这里啊 看见我们乃是在神的家中 一同的在这里啊 侍奉这位活的神 阿们 这个侍奉活的神 其实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因为啊在古时候 在一个旧约的时代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来的 但是感谢主 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 我们每一位 只要信主接受主的救的 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中 在这里侍奉这位活神 阿们 所以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人 阿们 所以他说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点 当然不是人挑选神去奉献 他乃是神拣选人来奉献 凡是以为把自己什么都丢下来 侍奉神好像又在神的人 他是在门外的人 阿们 他根本不是奉献的人 要知道不是你看得起神 你尊重神 所以侍奉神 不是你把你自己摆出来做主的功 他乃是神恩赖你 在他的工作里也给你有份 还是神把荣耀给你 华美给你 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穿着圣衣是为了荣耀 是为了华美 奉献是神荣耀你 是神给你美丽 是神把你挑出来 是神叫你来侍奉杀 今 July 至于新年 加冲